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不知道我剪的头发大家认不认得我 可能不认得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十二年级一弯的阮星头 你们上一届的学姐 昨天刚刚毕业 刚刚成了女 然后今天我又回来了 稍稍有点疲惫 因为昨天弄了一天做主持人 今天就用中文讲一下这个主题吧 我也不在这说英文了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张图 观察一下这双手 然后把这双手的样子记在心里面 然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再来讲它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然后可以有同学把它告诉我 它是什么东西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没关系 这不是个offer啊 点一下 这不是个offer 看清楚了 这是我梦孝 Columbia University的 rejection letter 这是我的巨星 这是我在12月中的时候收到的 ok 那么在这里呢 跟大家讲一下 虽然我是一个毕业的学姐 但是我也是一个有缺点有缺陷的学姐 如你们所见啊 我就被我的梦校给拒了 当然也不只被我的梦校给拒了 我还给好多学校给拒了 ok 那么为什么呢 之后我有去认真的反思这件事情啊 就是为什么我就被拒了呢 就是为什么我就被拒了呢 别 然后给大家大概看一眼 这是我的CV上面的活动列表 你们以后也会填这个东西 大概在你们11年级暑假的时候 就会接触到这个东西啊 然后你就会跟这个东西打交道 然后一直去到12月 12年级的下属期 ok 等你上完所有的申请的时候 大家可以花那个一两分钟的时间 稍稍看一下啊 提前给你们看看它长什么样 你们以后也会立天的 ok 那么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很明显 就是我的转的活动这两年 只有一个academic的活动 就是一个关于我的 CV上面和我的research 做了关于残疾人的一些调研 还有一些特殊教育的一些调研 还有一些特殊教育的一些调研 而剩下的 你会在我的列表里面发现 一共有 诶 别走啊 会有看到有 一二三四四个 关于community service的活动 为什么有四个那么多呢 对 因为我这个人 我当时我给自己title也是 我这个特别喜欢 把自己放在社区里面 做义工的这么一个人 我把我大部分的时间 分花在了这上面 这最后也成为了我 整个活动列表里面 最大的闪光点 当然同时 它也成为了我整个 CD的申请的 这个 这个文件里面的一个缺点 因为我的academic活动过多 但是我有很多很多的community 这也是我本次演讲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为什么 我的缺点也是我的优点 但同时我的缺点和优点 联系到了这个社会中的另一方人 他们也有缺点和优点 那我们来讲一下 我这个花大部分的心血和时间 参与的这个事情 可能要调一下 他可能弄不放 OK 首先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我十一年级都干了什么 你们也即将延安你们的十一年级 你们十一年级会很重要 因为这个十一年级 你们要在这个十一年级 完成了 大部分的 活动 这两部分的活动 竞赛 以及多后你们要完成 你们的12考试 acd考试 还有你们的ap成绩 就是glob 一大堆东西 都是你们在十一年级要做的事情 那么我的十一年级干了什么呢 我的十一年级 全部都放在了这个 只有50平方米的一个康复中心 这个中心呢 可能在座有几个 我看到的像巨奇洛 就是我的社团的 那么这个中心 它去过两三次了 它是什么地方呢 它是大梁的金贵中心 也是大梁社区的残疾人康复中心 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四年 我从八年级开始在这个地方 认识了这些曲 开始教音乐 然后他们有四个学生 就是你们看到的 一二三四这四个 他们四个呢 是我在四年前认识的几个残疾人 然后我就开始教他们 学钢琴 那么我的十一年级就待在这个地方 为他们举办了人生中的第一场 属于他们的音乐会 然后在这个音乐会上 我们一共弹了九首曲子 然后请了十几个人来观看 可能对于我来说 或者对于在座各位 会谈钢琴 或有很多表演经历的人 你们来说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件事情 但是对于他们的思维来说 这是他们可能会是他们的记忆非常深刻 在他们辈子里面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可以用他们的那双手去弹钢琴 可以拥有他们的观众 可以弹到他们喜欢的曲子 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四年都做了些什么了 OK 这个呢就是我建立的这个社会 在这四年里面我做的 其实算是六个阶段的六件事情吧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 就是来到这个中心 然后开始就是去接触大家 然后17年15年的时候 我去参加了一个大梁的花街义卖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大梁人 有没有去春节的时候去过花街 有吗 没有啊 都是哪个人啊 没有大梁人 真的假的 没有大梁人 没有大梁人 没有去过花街啊 春节的时候不好意思一起呢 可能最近真的有去过 但是有空可以去大梁的花街看一下 就像盛工生公园旁边了 我就是在那个地方第一次接触到这么一群人 然后当时我是去帮忙做义工 去抑卖他们自己所做出来的产品 然后这个义工一做 我就做了两年还是三年 然后呢 就在这个星期之下 我刚好考完了硬黄 然后我就决定去了解一下这个中心 看看他们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因为其实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想碰到残疾人 其实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能偶尔你会在街边看到那些 过来乞讨的 但是你说在日常生活中 你真的很难碰到 于是我就在这么一个气息之下 我就来到了这个中心 然后18年的9月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当时候见到好多人 然后也进这个玻璃教室 玻璃的会议厅吧 会议教室里面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群人坐在那里 然后当时我也挺神奇的 我也没有感觉特别害怕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聊天 然后开始弹琴 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没弹 弹了孟州的婚礼 应该大家都很多会弹的 然后还弹得磕磕磕磕磕磕磕的 就是也弹错了不少音 但是呢 当时我弹着弹着就回头看 看他们就发现 哦原来他们眼中 看到你弹曲名的时候 是会亮星星的 就是那一幕 瞬间就记在了我的心里面 然后我相信也是因为那一幕吧 让我坚持了四年 每一年每一年 风雨不改的 我就会在周六的时候 来到这个中心 开始给他们讲课 一开始其实我去到这个地方讲课 我也挺无助的 因为我只是一个会台钢琴的人 我没有教过课 我也没有学过过课教钢琴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摸索 去怎么学习 教他们自己做PPT 然后自己给他们通钢琴 画五线谱等等等等 然后慢慢的 我就给他们上了十几节课吧 然后这么一年下来 这是一些红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一起学习了 从Do,Re,Mi,Fa,So,La,Si,Do 开始学 然后学了Jingle Bell 然后学了Long No 学了七里这群的歌 学了天空之城 这些曲子对大家来说都很陌生 但对于这四个女生来说 也是很陌生的曲子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 这样的曲子会在他们的指尖流汗 但最后很神奇的是 他们最后都学会了 从2018年到2019年吧 我们一共学了巴克林 学了十三首曲子 然后从本来好像有十几个学生 最后变成了四个学生 然后他们只剩下最后四个学生 一直在坚持学 然后就是在这么一个过程之中 我发现其实弹琴人也可以共有音乐 不是说因为音乐钢琴 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是一个很普遍的特长 所有人家里面可能家长 一件事情到了一点点 来去学个音乐吧去学个吉他吧 但是对于他们而言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中国一共有差不多十三分之一的人口 这十三分之一的人口 他们是没有机会学音乐 学钢琴的 我曾经也去过 极致学校 去问他们这个事情 然后他们说钢琴啊 不适合教 为什么 因为钢琴是一个需要精巧手工去完成的一个乐器 然后需要一对一的教学 我没有这么大的成本 也没有这么大的私之力量去教他们 是没有办法教学的 但是当时候的我可能年少轻狂啊 不信这一点 所以我就坚持练练去做了 后来在19年的时候 我回到了碧桂园 然后开始创造我的第一个社团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快乐钢琴社 可能有些人知道 因为我有招心过 然后同时也在北教的康园中心去举办了我的第二个社团的一个点 然后在北教康园中心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召集了新的人 然后就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说康园中心我们有十几二十个学生一堂课 有大朋友 就是大概二十到四十岁的课 也有小朋友 是只有幼儿园这么大的朋友 没有办法同时教课 然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也是第一次开始跟同学们一起去教课 我把我的身份 从一个普通的钢琴老师 转变成了一个领导人同学们去教钢琴的一个角色 我也第一次发现原来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主动的去跟同学们接触 不是所有人都不害怕那一群人的存在 我有个朋友 也是你的学姐 她第一次见到残疾人的时候 那残疾人很热情 就走过去跟她握手 然后那朋友就躲在我后面了 后来急哭了 她不是怕她 她就是很可怜她 她看到他们就不自主地会流眼泪 那就很难受 但是她这一躲 其实总有意义上 可能就伤害到了对方 对方其实只是很热情地想迎接你 这时候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对象的接触实在是太少了 很多人其实对这些人并不了解 他们可能会把他们当作是另类 当作他们是有缺陷的人 当作是小众的群体 但是他们其实跟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在后来慢慢两三年的圣团活动中接触下来 我的这些同学 我的这些圣团成员 也慢慢有了跟她的转变 后来他们也不再害怕去跟他们接触 愿意自己去上课 然后后来他们也很享受 每周三天 啊我们是不是要去上课啊 走吧 然后自己去备课 这也是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活动的照片 就是他们开始愿意去接触这些人 然后就发现其实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会慢慢让彼此之间更加熟悉 也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 这么一个群体 然后就有了 大家看到的这些照片 这些点点滴滴吧 然后后来就到了2020年 2021年 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 然后我们募捐了很多的 募资去给他们 然后跟他们一起过了他们生活上的 第一个圣诞节 然后他们带着陆角落 我们一起过圣诞节 我们一起唱了圣诞节的歌曲 然后这个是他们给我颁的一个证书吧 后来因为我也凑够了差不多一百个服务时长吧 但是其实对我而言 服务这么一群人的重点 不是这两张证书 而是我真真真正的看到了说 我身边的人因为我的影响 或者是因为我的每一周六坚持去交通 这个事情 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 这么一群人 其实也在生活在我们的周边 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他们也需要被关照 他们也需要被呵护 他们也应该有 一样的待遇去学习他们愿意学习的东西 后来 就是找了新的接班人 然后也在你们这群人里面 十年级这群人里面找了几个 然后做这个接班人 一开始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因为 还是原来的那句话 他们太小众了 大家对他们都不了解 所以没有办法招到人 也没有人愿意来 然后 我就只能一个一个班的去找 然后一个班一个班的去找 有没有可能 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 然后就找到了我的第一个接班人 第二个接班人 然后后来 慢慢的他们 又带着他们的同学来 最后我这个社会目前 已经有十二个人了 十二个新人 然后加上原来的老成员 有上过了二十个人 这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吧 就是没有想到 其实最后自己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因为我当初进行社团的时候 也是想到 五个就五个吧 压着线过就好了 给我成立社团就可以了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 做到最后可以有二十个人 然后就在21点 我的最重要的十一点集 我把我的一个月的时间 花在了这个地方 给他们办了第一场音乐会 其实说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吧 就是说 其实我的高中四年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跟他们一起度过的 可能每个周末 跟我家里人吃饭的时间 还没有跟他们上课的时间 但是 他们对我的改变是很大的 那个手串是里面 那个黑黑的女孩子 自己知道送给我的 那个粉色两个人记录 是那个穿上红衣服 有点爆牙的 那个瘦瘦的那个女生 他每一次周四的时候 就会问我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上课啊 然后下雨的时候 他就说下雨了老师 记得带伞 就是这一些瞬间 就会让我感觉 在永远在日常生活中 会突然感受到 很多时候感受不到的温暖 和一些触动的瞬间 那些瞬间可以支持我 去每周六每周四的 去给他们上课 支持我去继续关注他们 支持我继续为他们发声 其实他们的每个人 都跟在座课位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们 从出生那一刻开始 就有精神上的残疾 有心理上的残疾 有小人麻痹症的 手上的残疾 脚上的残疾 各方面 这边不是他们愿意选择 也不是他们有权利可以选择的 而是他们生而就如此 生而就有缺陷 但并不代表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也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权利 享受音乐的快乐 和学习钢琴的机会 也并不代表他们不能 像大家一样 站在舞台上表演 重新看回这张图 这张图大家看出来 这是手手手 跟大家手足的区别 没看出来 没事 这是一种小人麻痹症的人 他的手指关节是弯曲的 然后他平时用力的时候 或做事情的时候 会颤抖 不停地懂 这就是我面对的残疾人 去弹钢琴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他们的手足长这样 但是这个就是人生 每个人都有缺点 可能是你生来就有的 也可能是你后天拥有的 但是你身上永远有那么一个闪光点 可以让你成为你自己人生最大的赢家 虽然我被我梦想剧了 但是呢 我还是被表达录了 对吧 这些形象呢 我也被录了 所以啊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人生一系 有一些东西 缘分到了就到了 所以 不要在乎你自己身上有缺点 不要在乎你 不如别的同学托付成绩考得好 没有那个同学 那个什么科研做得好 但是你要永远相信一点 就是你身上永远有亮一点 永远有那个闪光点 可以让招生观或者是未来 在人生中的任何一个时刻 让别人看到你 并记住你 这就是我要说的 谢谢大家